大家好,台湾总统蔡英文的520就职大典已经进行完毕 蔡总统也进行了她的就职演说 她的这个就职演说呢,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 是不卑不亢,有理有结 而且我认为呢,在有关两岸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强硬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霸气的说出 我们拒绝一国两制,强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讲出这八字方针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应该为蔡总统去点个赞 拒绝一国两制这个话实际也比较触动中共的底线 但是在这么盛大的时刻,在一个庄严的时刻 蔡总统讲出这个话,我相信她是深深的刺痛了中共 同时也宣示了台湾人民的一种决心吧 我以前还想的,是不是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大典举行完以后 中共这边会有一个激烈的动作 是不是会派出军机绕台 是不是会派出航母舰队通过台湾海峡 或者在派出台以前弄的那个万船齐发 就是有军用船,民用船,万船齐发在台湾海峡搞一个演习 那么这一切假设都没有出现 然后我看中共那边的媒体呢,也比较安静 还没有前一段时间攻击台湾的言论多 我今天扫了一下新闻头条 还有关其他的报纸,我大概扫了一下 对这些事情很多都没有提,轻描淡写 也就是国台办,外交部出来发了个声 那么从这个表现来看 中共实际就是一个纸牢 它就是靠说大话,靠吹牛来吓唬台湾人民 来愚弄国内百姓 它的内联能力,它就是能欺压国内的百姓 对外它根本就硬不起来 包括对待中印边境的问题 你看多少次了,它有没有实际的举诉 所以中共它说的一国两制呀,武统台湾呀 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骗国内百姓的 实际台湾呢,人家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人家什么都有,有宪法,有政府,有人民,有自己选出来的总统 各个行政机构齐全,人家怎么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呢 那就是从国家成立上面来说 中华民国已经成立109年了 对吧,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是成立了70年嘛 只不过是有效统治的区域不同而已嘛 以前中华民国统一的是包括大陆 现在大陆被你中共夺去了,对不对 但是别人在台湾的政权依然是健全的 这就跟蔡英文在接受BBC的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不需要宣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叫自己中华民国台湾 实际这个话蔡英文早都说过 那么你中共说的宣告台独之时 就是解放台湾之日 那么这个话都说过多长时间了 你怎么不去解放呢 所以中共讲的那些话啊 都是骗人的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才是真正的看透了中共的本质 所以才能带领台湾人民 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 有关他的就职讲演 他说了很多 那么我们这期呢 我们主要来谈一谈两岸关系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两岸关系中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他主要是强调了拒绝一国两制 然后他重申与大陆的关系 应该遵循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个八个字 强调不接受北京当局 以一国两制暗化台湾 迫害台海的现状 蔡英文还指出 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事物 他说这是维持台海和平 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 他也向对岸领导喊话 趁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双方都有责任 谋求长远相处之道 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 在变局之中会坚守原则 并秉承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 负起责任 也期盼对岸领导人 能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我觉得蔡英文这段讲话 还是挺有水平的 可以说是不卑不亢 有理有据嘛 就是说你那个一国两制啊 你是强加给台湾的 实际当时说什么九二共识啊 等等那些东西 实际都是强加给台湾的 在这段讲话中 蔡英文就没有再提九二共识 实际九二共识在台湾 就没有一个官方的文件 来认可这个东西 那个应该是当时的海协会 还有一个什么海什么会 就是两岸的这样一个民间组织 谈的时候提出了一种说法 实际并没有台湾官方的认可 在我掌握的这个资料中 应该是这样的 假如说不对啊 大家可以更正啊 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签过这样一个合约 或者这样一个文本的东西 那么大家可以拿出来 对不对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他就职演讲里头 还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就是他强调 在他后面的任期中 将会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他解释是 立法院将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 提供一个平台 让攸关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 宪政体制改革议题 能够被充分对话 形成共识 既由这个民主过程 宪政体制将更能够与时俱进 切合台湾社会的价值 在修宪这个里头呢 我理解呢 他是不是会隐藏着一种含义 因为咱们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也好像是二三十年前确定的吧 当时的国际形势 两岸关系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他想启动的这个宪法改革 是不是想更贴近 现在的真实情况 而且呢 我想呢 他是不是有可能 从这个里头呢 重新设定国家定位 以及疆域的界定 就跟前几天我们节目里头说的 就是我们的疆域 就确定在台澎金马 以及附近的岛屿 那他可能会从几个方面 从法理上确定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包括国家名称 是不是在下次修宪的时候 都做一个重新的定义 我想呢 在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内 中共这边肯定会向台湾 施加更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过程中 蔡英文总统 包括两千多万台湾人民 确实要挺直了 别趴下 这是江泰公对你们的希望 实际国际上呢 也有很多人 是跟台湾人民站到一块的 就是这次救资典礼 全世界有47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 约2630名政要 与各界友人 发表了声明 致函 推文 以及拍摄影片的方式 祝贺 蔡英文总统的就职 这个可以说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可与支持 然后这里头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个蓬佩奥 蓬佩奥呢 给蔡英文 发来了喝点 我觉得他这个喝点 比较重要 我给大家读一下 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认为 台湾是世界上的 一支善的力量 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支持台湾在美国 得到两党一支的赞同 美国最近台北法的通过 展示了这一点 这一法律 加强了我们之间的 总体关系 并给我们增进 经济伙伴关系 提供支持 我们对东南亚地区 有共同的愿景 这种愿景 包括法治 透明 繁荣和各国稳定 所以这个表态很重要 这是几十年来 台湾总统就职 没有过的事情 这次除了蓬佩奥 发来核电之外 这还有众议院的 议长佩洛西 还有这个参议院的 议长格拉斯里 以及全副总统 就是今年的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 还有几个 这个名字我说不上来 挺多的人 美国对台湾 表示了最大的支持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台湾呢 在未来的四年中呢 就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 你不要受中共的影响 自己干好自己的事 比什么都厉害 况且从这次疫情过后 全世界我想都对台湾 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义 所以谁更值得信任 我相信大家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只要台湾自己 不要去跟大陆勾兑 我相信台湾会走出一条 自己的道路 然后就蔡英文这个讲话 这个国台办发言人啊 马小光 马上就发言 发出了反对的意见 他说呢 一些政客制造两岸对立 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企图从地理和法理上 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但是马小光在这篇回应中 没有提及蔡英文 或个人的名称或者职务 而是以一些政客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他是这样来称呼的 所以这个也让人 有些想法 他为什么不直接指出来蔡英文呢 他为什么含糊其词呢 指责台湾当局 加紧勾结外部势力 迫害台海和平 以一谋夺 以及他所说的修法公投 涂抹法理台独 这位发言人认为 台海和平稳定 受到了严重威胁 等于说发出了强烈抗议 我想外交部在这个时间 也应该发出了强烈抗议 那么外交部讲的那些话 我想大家都能知道是啥吧 就跟他这个意思差不多 那肯定就是 一国两制不能变 祖国统一不能变 你们不要一一孤行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等等还是那些话 我们都能想来 我觉得台湾人民 就不要理他们讲什么 自己干好自己的事 你自然会得到别人认可 就是这次抗议过程中 你看你台湾的表现 谁不给你点赞 包括这两天台积电 给华为的断购 谁不给你点赞 对不对 最后就让这个世界看清楚了嘛 你华为吹的那么大 实际不就是靠着台积电 给你提供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吗 台积电不给你提供了 你连个手机都造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一些台湾人啊 就要放弃跟大陆去勾兑 哪怕当下失掉一点利益 你会赢得全世界更多的尊重 那同样你也会赢得更多的市场 实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台湾的发言权现在也是越来越大 放眼华人世界唯一能够选总统的只有台湾 这是台湾最值得骄傲的一点 台湾的领导人是自己选出来的 中国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但是民意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 它是民意被党裔所控制 所以我觉得台湾啊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必须要坚持这种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要在台湾推行自由民主与法治 作为一个华人的一个标杆吧 放到那 驳斥一切说 华人不适合搞民主的这种谣言 当然台湾要走的路还很长 也不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能概述的 当然台湾问题呢 这都说了几十年了 要说也非常多 那么我们今天就紧着台海两岸的关系 来把它评诉了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等等 원 我们就想参政府 197 1 2 8 8 1 abst